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1月8日 這節要跟大家說回大陸的疫症 深圳龍江區出現了兩人確診 患者是一對夫妻來的 所以 現在深圳很緊張 大為緊張 跟大家說說深圳 另外 河南也是有疫情的 一南一北 可以說 現在大陸真的十分不太平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新聞集團後備頻道 愈快贊助 我們現在就在星期二的新聞集團後備廣播 主頻道也會上片 不過可能會遲一點上片 希望兩邊大家一起支持 說回深圳龍江區 現在進入公共場所消費 要有48小時 核酸陰性證明 才可以進入 新經報快信 現在深圳市疫情防控指揮部的辦公室第1號通告 要求龍江區的疫情防控形勢 以及現在的措施 即是說任何人 進入深圳48小時都要核酸檢測證明 並落實體溫檢測 亮碼 戴口罩等 防控措施 其實是發生了甚麼事呢 因為 在7日上午 通佈了一宗新的感染 夫妻兩人 都是確診 分別是老公在羅湖區上班 老婆在龍江區做事 密切接觸者正在排查 住的地方 工作的地方已經實施了管控措施 個案活動 重點場所就已經完成了消毒 之後 深圳疫情防控指揮辦公室有緊急公佈 實施嚴格的 離心管理 離心管理 還 1980 中共需要那麼嚴格 ternet 社群疫情防支援 December 24th 噴火 위보如果是非必要的話 迷不要來深圳 任 slips 一定要離開深圳的話 由7日 24小時起 需要持有48個小時內的核酸檢測陰性証明 當地涵控聚集性活動 重點區域 就等等 停扮大型的活動 深圳是大陸的第三大城市 尤其是他們鼓勵一些 企業的創新 科技巨頭 騰訊 華為 比亞迪 全部的總部都在深圳 而2020的經濟數據顯示 深圳是全國廣東省GDP貢獻最多的地方 是24.3% 疫情方面 深圳由2021年底開始 是新增重點關注地區的風險等級 因為 很多人 在深圳就糟糕了 這次疫情 也帶來另一種危機 就是 去到蘋果供應鏈的組裝重地 河南鄭州 這次是累計42宗本土確診 鄭州也很嚴重 之前不是說是宇宙嗎 現在不單止是宇宙 連鄭州也出事 當地是富士康的最大組裝iPhone基地 鄭州在7日啟動第二輪核酸 檢測 同時也升級防疫措施 警區 民喻活動的地方 全部人員 密集的場所 全部都不准開了 河南 其他地方也有人確診 包括 許昌 防疫同步升級 公共運輸全部停了 每戶每兩至三天 可以安排一個人 去指定地點買生活物資 外來人員全部都不准進來 全部都要叫他走 西安其實也很嚴重 西安這次 累計報告有1913宗 本土確診 疫情高峰單日有172宗確診病例 近日個案 下降 武漢當年發生大爆發期間 其實 都是他們隱瞞的數字 據其他有些 國情 研究專門研究國情的媒體 例如阿波羅新聞網 他分析當年武漢疫情 以及國外科研單位作比較 他們估計中共隱瞞數字是高達45倍 現在中共的疫情 通常也是 大家如果將1913 乘回45倍是多少 超過10萬宗 這個數字很驚人 也很可怕 他們 除了深圳之外 要說回 陝西說疫情是有少少降溫 但是其他地方 就有新一日冷疫情 很多大陸的其他地方城市 全部都有事 北京東澳在2月4日就會登場 當然我們那天也可能會有些贈慶活動 因為現在跟一些 組織聯絡一起 打算是當日 去倫敦的大使館抗議 袁爸爸就會在美國方面做同樣的事情 我們 變成英美兩國同時 去抗議 去動他 大陸媒體報導 衛健委在7日公佈 6日新增了116宗本土確診 而這次疫情的重災區西安 反而 慢慢就方緩 不過仍然有57宗病例 近日疫情 再度上升的河南 佔了56宗 許昌28宗 鄭州26宗 洛陽和顧此願各一宗 而浙江也有三宗本土確診 寧波兩宗 金華一宗 其實 牽涉到寧波 牽涉到 浙江的金華 其實很多地方都有零星的案件 最嚴重的是西安 第二 就已經 輪到深圳了 因為深圳是大城市 其實 其實 在西安之後 河南的宇州 已經實施封城 現在城裏面10個區 劃為封鎖控制區 其餘的 管控區 有120萬人不准外出 而省會城市鄭州有過千萬人 他們 都需要核酸檢測 江南 即是江節一帶 也採取警戒措施 河南省宇州市 出現本土病例 也出現無症狀感染者 疫情防控指揮部發出通告 將10個地方劃分為封鎖管控區 其餘的地方就是管控區 還未封鎖的 日前 宇州城大部分區域的店舖都停業 120萬人需要家居隔離 外出 要提供證明才能給外出 宇州網民上傳一些短片 在街上 公安局的警車不斷地用高音喇叭提醒民眾要回家 宇州市的公安局提醒廣大市民朋友趕回家 進口隔離做好自身防護 一經發現路面上行駛車輛 立即扣車扣證 很嚴重 宇州是西安之後 第二個宣布封城的城市 現在廣東也還未封城 其實 宇州一直以來 所有人員不准進 不准出 指進不出 公交車 的士 網約車暫停營運 商場超市也不准開 文藝 博物館 洗育場館 旅遊景點 也不開 網吧和骨骨洗育中心 亦都停業 當局對重點區域 重點部位 進行全面消毒 宇宙 其實 無症狀感染也有 省匯鄭州 也一樣 其實過千萬人要接受核酸檢測 報告說 鄭州市疫情防控指揮部 決定 在鄭州展開全員的核酸檢測 每天都做 做得很密 如果不參加這次核酸檢測的居民 健康碼一旅的標記是和馬 也要承擔相關的法律責任 因為他用健康碼控制你 控制所有人 他們接受訪問的其中一位女士就說 在海航路 中山路的交叉點就封了 其他人就不找他出入 他之前住在那裏 有店 商店 餐廳 全部都沒事 現在他把所有人封鎖在一起 裡面有病也好 沒病也好 基本上 就算沒有病也好 膠車感染最終也會有病 大陸其實採取了一些最原始的封鎖方式 就是不讓你出來 任由在裏面自生自滅 很多人 可能他真的不是因為疫情 是因為防疫的問題 令到他在裏面出了事 甚至餓死 這些真的只有大陸才做得出 因為中共擔心這個疫情傳入北京 所以 整個西安 甚至河南也不讓他亂來 因為 其實河南就去北京很接近 就算宇宙距離北京也是800公里 西安距離北京有1200公里 所以 他們一直 都擔心這些疫情傳入北京 不准 一直都全力要撲殺 甚至乎 立法軍令狀要四天內清零 當然做不做得到 當然是未必可以 可以 自己公佈的虛假數字 當然可以慢慢降低 實際上行不行 我們也不相信 大陸的兩節 我們覺得 其實對龍江對香港人的感覺會大一點 因為始終是深圳 深圳接近 那裏是布吉來的 香港很多人都很熟悉 如果深圳 再出現爆發 香港其實也挺頭銜 這節我們暫時說到這裏 拜拜